哈囉 大家好 今天寶哥呢 又來到我們家附近的公園 然後跟大家來聊天了 這整個呢 它是一個公園 但是後面就是一般的住宅區 其實這個住宅區 其實還蠻符合大家對於 所謂的國外生活的住宅區的一個想像 就是大房子啊 然後 就是有自己的花園啊 幹嘛幹嘛的 但是 真的必須要跟大家說 就是 住大房子 然後有什麼花園 什麼這些東西 它真的都是用錢堆出來的 那今天 實在是不想在家裡待著 你看我出來沒有戴口罩 是因為 這裡的那個所謂的封城 它的規定就是說 你除了在自己家以外呢 你是可以走到你們家附近 散散步 運動啊 遛狗 這樣是可以的 那只要像這種空曠的開放地 你的旁邊沒有別人的時候 其實你是可以不需要戴口罩的 所以就 請大家不要誤會 我不是 我不是不戴口罩或是違反規定怎麼樣 是因為 對 我是在一個空曠的地方 然後我旁邊也沒有人嘛 所以我是 我是這樣子 對 呃 今天想跟大家聊什麼啊 就是其實 呃 不要說我做影片這件事情啦 就是平時有時候跟朋友聊天 尤其是跟一些 不是住在國外的人 呃 就是不是住在國外的朋友聊天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會很 怎麼說 就是大家都會問 一件事情就是 移民究竟好不好 其實我很難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移民好不好 就跟你東西好不好吃一樣 那都是你個人非常主觀的一個觀念 那比如說像 之前我在大陸工作的時候 也有人會問啊 在大陸工作好嗎 呃 什麼樣什麼樣的 其實沒有人可以給你答案 因為很多東西都是只有你自己去了 你才知道 那我個人是覺得 我在大陸的工作經驗是非常好的 呃 就是我 可能我幸運吧 就是 呃 大家在網上傳的那些 啊 什麼 怎麼樣什麼的 嗯 我都沒有遇到 那相對的 相反的是 我在大陸 不管我在哪個城市 我都遇到了非常 就是遇到了很好的朋友 然後很好的同事 然後 大家也都很尊敬我 然後對我很好 那在那邊認識的一些台灣朋友呢 到現在我們都還一直有在聯絡 那在那邊認識的外國朋友呢 我們到現在也都還有一直在聯絡 所以 你要問我 說在大陸工作的整體的感覺跟經驗來講 我覺得是很好的啊 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所以 很多事情啊 真的就是 你自己沒有去 你自己沒有親身體驗 然後你只是在網上聽人家說 那有的時候 可能那些說或是寫的人 自己都不見得 有真的在那邊生活 或者是那麼深入的在那邊 去了解過 有些人可能就是出差去個幾天 或者是 你知道就是做一個案子去支 支援個一陣子 這種的 那這種的回來之後就跟你說 那邊怎樣怎樣 他的可信度會有多少 我覺得這是要打問號的 就比如說 有些人 出國 然後 遊學 就是學英文 大概學了一兩個月 然後回去就跟你講 哇我在國外怎樣怎樣 那他的這個 他跟你描述的這樣子的 國外的生活 跟你自己實際是要 在這邊住好幾年 然後在這邊工作 跟這邊的人相處 然後面對這邊的每天開門 柴米油鹽醬醋茶這些事情的 這樣的人的體驗 他是會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 我很難跟你說 就是 給你一個答案 那真的很多事情是只有你來了 你才會知道的 不過呢 我倒是可以 就是 有幾個重點可以提一下 就是說 移民移民 就很多人老是覺得說 移民很好 在國外住一定很好 然後 在國外就是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 是也不是 就是說 台灣有很多 他很好的地方 那台灣也有他不好的地方 相對來說 國外也是啊 就不管你在哪一個國家 就世界上 他沒有一個絕對 百分之百完美的國家 是百分之百完全符合你的需要的 沒有 真的沒有 所以 事情他永遠都是有好有壞 硬幣永遠都有正反的兩面 一定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 你看他正面的地方多一點 你就覺得他很好 相反的 如果你一直看他負面 你就覺得他很差 所有的人事務不都是這樣子嗎 其實我覺得啦 重點是 你移民 你一定要先 怎麼講 就是說呢 是先想清楚 究竟你移民的目的是什麼 有些人移民是為了比如說孩子的教育啊 然後 或者是說 好的生活環境啊 那有些人移民是為了國外的那些 聽聞種種的福利啊 措施啊 這些等等的 就是各式各樣的原因 但是重點是 你要先問你自己 你究竟為了什麼而移民 你先問自己 你究竟為了什麼而移民 然後呢 你要移去的那個地方 你是不是做足了功課 他是一個怎麼樣的國家 他是什麼樣的國情 他的文化背景 然後那個地方有多少的台灣人 有多少的華人 就是你的語言上面 你基本上不用太擔心的 然後有沒有可以買到你想要吃的東西 有沒有那些店家等等 因為其實 比如說以紐西蘭來說 這國家有南北島兩個這麼大 那整個島上呢 其實只有不到五百萬人 那奧克蘭就是我住的這個城市 是最就是首善之都啦 就是最經濟繁榮的地方 但它並不是首都 它的首都叫做威林頓 叫威林頓 一樣在北島 但是呢它是屬於政治功能 然後奧克蘭是屬於經濟功能 好啦那這兩個地方 它就會有很明顯的不一樣 就比如說 我在奧克蘭 我可能也許可以很輕鬆很方便的 去找到一些台灣的超市 買到一些台灣的東西 但是這樣的便利性 可能你到了威林頓 就不見得那麼有優勢了對不對 那你更不要講說 比如說到基督城啦 或是皇后鎮啦 或是到就是更小的地方去 它就不見得會有這樣的優勢 所以不管你要去哪裡 你一定要先做好功課 然後要確定說 這個東西是你要的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 當然最好就是 你自己可以先來這個地方看一下 好 那當你做了這些功課 你充分都了解了以後呢 你要來移民 那你的心態自然就是都是OK的了對不對 你知道這個地方 然後你覺得這個地方 你喜歡 然後你的目的也清楚了 好 你來移民了 那你來移民之後 你要做什麼事情呢 對 就是你要先融入當地 融入當地 不是說讓你很尷尬的 或是很刻意的去跟當地人交朋友 其實沒有必要 但是呢 你必須要把你自己 就是馬上變成一個當地居民的 這樣子的一個心態 而不是永遠在看紐西蘭 比如說以我來做例子好了 就是 不是說 永遠把紐西蘭這個地方發生的事情 當做是 反正那是紐西蘭跟我沒關係 你懂 你懂我的那個意思嗎 就像說 我們台灣人經常都會講說 你愛不愛台灣 對不對 那如果對於一些住在台灣的外國人 都不關心台灣的事情 那身為台灣人 住在台灣的人 看到這些外國人的時候 心裡面也一定會有你自己的評價 對不對 不要騙人一定會有 好 那你想 如果你住在人家的國外 但是對於國外 你住的地方發生的所有的事情 你都不關心 不聞不問 你也不在乎 你也不了解 你也不想去了解 你也不想知道 那請問一下當地的人 會怎麼看你 他會接納你是這邊的人嗎 也不會 對吧 更不要說 你不學當地的語言 或者是 你 你 不去了解當地的文化風俗習慣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又要回到最初了 那請問你幹嘛要移民呢 對吧 就是 你移民如果只是換個地方 吃飯睡覺 那其實真的是沒有必要 對吧 你移民 你就是想要有一個新的生活 那不管你是為了什麼樣的目的 為了你自己也好 為了你的子女也好 為了誰都好 對吧 你移民就是一個全新 不一樣的生活的一個體驗 但是如果你移民之後呢 你還是只在你自己的那個小圈圈裡面 小框框裡面生活 那其實你 你究竟為什麼要移民啊 就是你要問你自己 就是你究竟為什麼要移民啊 對啊 有人可能會說 因為國外福利很好啊 然後怎樣怎樣 所以 你一輩子努力 就是為了要在某個國家住 住到那個資格滿了以後 然後去領國外所謂的福利嗎 就是你的人生有沒有這麼的 淒涼啊 就是我不懂 就是對 你自己都不表現出你 你想長期在這個地方生活 然後你想要好好的在這個地方發展 生根 然後你熱愛這個地方 那為什麼人家要去相信你會熱愛這個地方 然後給你身份 給你護照 對不對 然後這個時候難道你又要說啊 那就是種族歧視怎麼樣 對吧 所以 其實心態真的很重要 然後你要去尊重當地 融入當地 但是我要先講清楚 我真的不是叫你很刻意很做作很尷尬的去跟當地人交朋友 你就是很自然的 大家都是朋友 然後呢 工作 見面 打招呼 吃飯該出現的場合你出現 然後大家都有交集 其實這樣就很好的 而不是說刻意的非要 你知道就是像那種我們看國外的影集一樣 動不動就拿兩瓶酒去人家家敲門 然後怎麼樣 因為你太刻意別人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你們的交情就沒有到那邊 不是嗎 所以 就是這樣子 那當然 也沒有人阻止你說 你好像就不能跟比如說台灣人交朋友啊 或是跟華人交朋友 沒有人阻止你這件事情啊 對吧 每個人都喜歡找到自己的所謂的舒適圈 找到自己的朋友圈 找到自己的朋友圈 然後就可以讓自己比較快去適應這個地方 因為 就是同一個文化語言習慣的人呢 你第一眼就是比較容易能夠connect嘛 對不對 就是比較能夠被連接上 那就一定會有人很好奇 就是一定會有人很熱心的想會跟你分享 比如說 你在這邊你要辦什麼 你去哪裡 或是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去找誰 或怎麼樣的 你的人脈 跟你的學習的當地的經驗的知識 不就是從這邊一點一滴建立起來的嗎 那我自己 當然因為就是比如說來了之後認識 自己認識朋友啦 或是朋友介紹朋友啦 然後或者是 其實我覺得最簡單最有效的一個方法 我不是在推銷什麼啦 但是真的就是去加入所謂的就是一些會 比如說像在這邊就是台灣有一些台灣橋界的一些社團 比如說像紐西蘭台灣華夏協會啦 它這種就是一個很就是民間性質的一個社團 然後裡面就是各個階層家庭成員 有老有小的人都有的一個民間社團 那加入這樣子的一個社團是做什麼 其實比較比較積極的目的跟意義就是你可以認識比較多的台灣人 這是第一個 那因為人親土親嘛 就是這樣子對吧 然後再來就是你會獲得很多在地的一些所謂的情報 而且這些生活上的情報是你一定會需要知道的 比如說買保險啦 車子啦 然後去哪裡繳什麼費啊 哪裡看醫生啊 然後找什麼律師會計師 你懂的 就是這些有的沒有的 就是在外面生活上 方方面面你會需要用到的 其實這種社團裡面的資源就很豐富 那大家會很熱心的幫你介紹 因為都是從台灣過來的 那裡面有很多是所謂的老移民 那他們來這邊可能都30多年40年 有的人是這樣子的 所以他有很多在地的生活智慧可以分享給你 那當然你也可以去加入很多所謂的華人的社團吧 因為反正既然人到國外了你就不要那麼局限你自己 你也不要那麼拘泥你自己對吧 多認識一些來自各個不同地區 但是呢說著一樣的話的朋友 香港啊馬來西亞啦新加坡啦大陸啦都可以 就是這個就是讓你無形之間能夠慢慢的去增加對這個地方的一個認同感 因為你有自己的朋友了以後 你就會開始慢慢的去認同這個地方 他一定是這樣子的 你想如果說你在一個外地生活這麼久了 然後呢人你沒有認識幾個 然後每天都是自己關在家裡 你會認同這個地方嗎 你不會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一些能夠幫助你快速進入融入當地生活的 一些小撇步 對吧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對其實說起來有點沉重跟嚴肅 但是事實上是 因為移民他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決定 那你一旦做了這個決定之後 他就是錢的投入 很實際他就是一大筆資金的投入 跟你的時間的投入 跟你的情感的投入 所以他不是真的就是那麼簡單的去想說 啊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沒有 所以如果對於移民這個話題有興趣的朋友 真的就是請你們一定要想清楚 你究竟移民的目的是什麼 然後你為了什麼要移民 好啦那今天就這個話題很嚴肅 對雖然我在一個風光明媚鳥語花香的地方 但是這個話題很嚴肅 所以不是說很多事情不是說好像是這樣 他就全部都是這樣的 真的就是要自己多了解 真的就是要自己多了解 聽別人講的永遠都是聽別人講的 他都不會是你自己的好嗎 所以真的不管是什麼事情 真的我只能跟你說寶哥只能勸大家 不管是什麼事情 在你沒有親自看到或是親自體驗或是親自去了解之前 你千萬真的不要別人說什麼 你就覺得是什麼 因為那個會讓你無形當中喪失了很多 自己學到新知識跟學習的一個機會 因為你永遠就會變成是別人眼中的那個硬生蟲 就是別人說什麼 你就喔是是是是是 就是你永遠不會自己主動去 去了解去認識然後去學到東西 那這個人生太可惜了 對吧 因為我們人生都好幾十年 你如果不能一直學習 一直學到東西的話 那其實這個人生蠻可惜的 好啦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邊 希望以後可以不要再聊那麼嚴肅的話題 可以聊一些比較輕鬆的話題 要不然下次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紐西蘭的英文好了 就教大家一些簡單的一些 紐西蘭的英文 就是紐西蘭的英文的用法 跟我們一般在台灣學的美式英語的用法 有哪裡不一樣 我覺得這是一個good idea 好啦那我們下次見囉 Bye